我是郭亦彤 你第一眼所看到的高冷 并不是我 作为一个天平座 天生对美和设计 有着超同寻常的执着力 和超强的洞察力 我热爱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 传统经典和现代 总是在我这里碰撞的相得益彰 我是同事眼中的爱工作和生活 我是朋友眼中的军师 和哆啦A桶 我不是小女人 但也不是女强人 我是一个没有事业 不能活的人 我怀着自我初衷的使命感 一直勇往无据 期望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面包 郭亦彤 女二三岁和北人 长中大学大专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专业 大家好 我叫郭亦彤 今年23岁 来自孕育美和自由的滨海城市 河北秦皇岛 设计和美是流淌在我身体里的热血 同时我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在高中毕业期间 从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做品牌珠宝的高定设计师 和负责部分线上线下的运营 上大学后 为了追求自己的初中 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电影和多媒体的学习 还有大学的社交体验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转而从修自己热爱的室内设计专业 一直从业至今 希望今天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找寻到一份室内设计或策划等 与设计和创业类相关 能够试展自我才华 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 谢谢大家 老师你好 你这个爱上设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我六岁开始 对 六岁学设计 六岁的时候 我一直就是从小从事的是美术 六岁开始学的国画跟书法 六岁开始喜欢设计 那什么时候开始帮别人做设计呢 接单呢 是从我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时候 做一些品牌的创意和设计 还有接一些私人的高定 做什么设计呢 是珠宝设计 有出单吗 有 出单量怎么样 出单量大概是四人高定的话 一个月只接就是大概十几的二十几 然后他定期会给他做一些品牌的创新 付出于生产的话 网络上的营销销量还是比较大的 在几百万以上 听这个编导说你跟火星时代还有渊源 对 我特别感谢王总 因为火星是圆了我的一个梦 火星交给我的就是所有我行业需要必备的基础 然后我个人的发展 再配合上我的思维跟我的能力 才会有我个人的一个发展方向 二十三 看着好成熟啊 心理年龄远远超过于你的生理 对 所有人我说出年龄不太相信 所以这上面写 你毕业之后进入过喜来登建筑公司 对 是的 我是做主案设计师 我上面有一个总监 我主案呢可能是下面带六个人 六个助理 负责一些包括设计方面的东西 这六个人比你年纪大比你年纪小 比我年纪大 那他们怎么可能服你呢 其实当刚到公司的时候 所有人都就是可能根据我的第一印象来判断 所有人都觉得可能不太信任 怎么这么小 但是后期呢 我用我通过我的个人的能力 还有我的业绩 还有包括我跟他们交流 沟通 包括方案的一些创新 然后赢得了他们的一些信任 你背得很溜啊 但是这个bug太多了 你管这部门那时候还不到21岁 关键问题是 你大专闭啊 21岁 怎么会管六个比你岁数大的人 不是你后来怎么征服了他们 是你怎么就得到这机会 这很蹊跷啊 其实在上台之前呢 我已经想到过 上台之后会面对各位老板 很多的质疑 怎么做了这么多与年龄不符的事情 或者是超越年龄的事情 我一直就是在一个质疑当中成长的人 我会证明给他们看的 我当时去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 我也是通过重重的一个磨难 就当时面试的机会 我是做了四轮 包括他给我的方案 第一套给我方案 让我做一套 第二天告诉我 在这么谨慎的情况下 你也毕竟是个白纸啊 同志 对啊 你是刚毕业 他要让你当一个主管相当于 对吧 因为当时的实习期也是一个月 然后再让你上去的 对 就是第一个月是没有签证式合同的 然后在一个月之后转正 你干了多久啊 我干了一年多 为什么不干了呢 因为我 我的设计 我是想法是 我需要一个进阶发展的空间 可能我觉得做别墅 局限性非常大 确实有一些天才的设计师 比如说他就在学校 本科 甚至于大专毕业 但这种人一般都在上演期间 会拿过特别牛的那个比赛的奖 展现了才华之后 他可能会获得这样的职位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看看他的作品怎么样 好吧 这PPT里面呢 是我人生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曲 第一个呢 是我的大学期间 参与了很多晚会的编排节目 主持一些全国科技创新大赛的主持人 还有一些校辩论赛 获得了学校多次的才艺之星和文体之星 下面那张证书呢 就是在我在火星学习完之后 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取了一个中国史内设计师的认证书 这个是我在工作期间 多次荣获得我们公司的月度的优秀设计师 也获得了年度的新兴设计师奖 上面呢是我受邀参加中国史内设计周的高峰论坛 然后下面这些呢是受邀参加了一些国际北京设计周的学术交流活动 这个是我的作品15年到17年之间 上面呢是一些我的部分的手绘作品 下面呢是我的一些室内设计部分的一些效果图的设计 大家一直觉得你如此年轻 却如此理性能够主持设计工作 稍微有点存疑这也正常 你又怎么会这么成熟呢 成熟的人背后一定有故事 对 我是特别注重感情跟家庭 然后在这个期间 在我的成长期间呢可能对我影响会有一些大 也会想到一些超脱年龄的一些事情 发生什么事 就是家庭里面可能是经常有一些争吵 多大开始发现家庭当中有矛盾 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有 然后持续到什么时候你才知道他们离婚了 就是去年吧 去年才知道 对对对 就父母把这个事情隐藏了很久 对对对 就是为了我的成长考虑 但是我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 但其实你分明已经感受到 对对对 我在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不懂事的时候 看他们争吵 我每天也很难受 我就劝他们 我说要不分开吧 我说别这样了 我受不了 但是他们说都是为了你好 我的内心还是梦想一个完整 我父母为我做到这一步 其实我现在想明白 我挺感谢他们的 如果说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离开了 我可能服务正业 盼经理道 然后很叛逆 家庭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我最不愿意提起的 因为这个事情 我可能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今天呢我愿意直面去面对他 去坦诚地说这个事情 也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事情 它并不代表说 一个家庭就会影响一个人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 这个可能有些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要学会去面对他 今天来应聘的是室内设计师 对对对 那珠宝设计考虑吗 或者跟设计和创意有关的工作 我都考虑 底薪的话 如果是跟我专业相关的话 可能事件设计底线会比较低 就是在6000加以上 来第一轮选择学货率 还有11人呢 天生我有猜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性格 敬哲性这块得分比较高 说明他做事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人 创意性这块也得分比较高 这也是他的一个强项 主动性人格高 这个很好 未来职业清晰度也高 就是新工作的这个 自信偏低 他主要是想做相关的一些策划这一块 这方面没有太过的信心 做设计可以 学这个 要再做这个策划这个 还得从头学起 来看一个小兵的解读 从社交数据上看 郭义彤对待事情认真负责 为人成熟内敛 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这样不容易结交新朋友 但如果能走近郭义彤 就会觉得他很贴心 此外 他还是一位敢于畅想 兴起大胆的成人 小郭我想问一下 你实际上这个转这个室内 真正去开始做室内装修设计的话 也才一年的时间 你在这个公司的话 做主案设计师 你讲了做的也不错 为什么不去坚持你从小 这么热爱的这个 为什么要转行 冯总你好 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 说选择你的职业 一定要是选择 要么你擅长的 要么你热爱的 我觉得在我擅长的方面 可能我的爱好很多 所以我想说 既能从事我的爱好设计 又能从事一些与人打交道的 全面发展一下自己 我现在也是我所想的 我需要一个 就是能让我自己更大的 发展跟成长的空间 但小郭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 还是有点虚 就是因为你六岁就喜欢设计 对吧 然后设计师 其实是跟在任何一个公司 都是跟上上下 要进行全面沟通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职业发展上 为什么还会去把策划 当成你一个选择 你应该是坚定地就做设计 如果是说 既是你热爱的 又是你擅长的 如果说有专门对口的话 那我当然就非常想去 但是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话 我也愿意去参加一些策划来的 因为只要能发散 我的创新性就可以 你在生活当中接触过的 因为女孩子都接触化妆品 或者是食品 那么你会有设计师的 这种条件反射 会说如果是我设计这个产品 我会把它设计成什么样子的 让它点评一个产品 那我就试用一款 这个防晒霜吧 它的这个包装呢 其实刚开始 我看在外包装的时候 我有误解 以为它说那个橙色的东西 是它的抠干的开发 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呢 我发现它两个是一体的 那个橙色的包装呢 它的对比色 运用的是提醒人 从那个地方来拧开 它是一个最佳的受力度 我觉得如果说这一点的话 它的产品创新性 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人性化 非常体贴的 如果说让我来设计的话 可能说我会在配色上面 给它更加地柔和一些 就是让它可能让人 更有一些购买欲望 为什么这个颜色 就没有购买欲望 这个颜色可能就是 对于我来说 不是可能我个人偏好 和它有一些 能增加一些更多的一些 高级灰的色调会更好一点 其实你是不太懂化妆品的 化妆品防晒夏季就是橘色系 橘色蓝色代表的是清凉 橘色代表的是太阳 全球都是这样的 贺总您刚才可能有一点小误会 就是我说这个颜色没有问题 就是说我希望它这个蓝色 更加融合一点高级灰 让它的蓝不是这么一个 不是这么的亮 对对对 不是说其他颜色 你希望它增加一些高档色彩是吗 对 有一些质感的感觉 明白明白 就是说你是更多地 注重这种商业的设计 还是想做纯创业的 因为你一再表达 你很喜欢设计 就是我对设计呢 我喜欢的是打破常规 但是保留传统 我喜欢的是传统经典 跟现代去相融合 碰撞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我不会说 就是设计出那种 谁看到的时候都看不懂 这是什么东西 就觉得好奇怪 好另类 在座的五位女同志 你最喜欢谁的装扮 我觉得她们每一位的装扮 可能是根据她们的自身性格 有一定的关系 你自己个人最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的话 可能是每一种的话 对于她们来配色来说 我都觉得是非常 让我舒服的一个颜色 你这个回答很中庸 你这个回答很中庸 因为斯文你打一个最好 你不用说每一个人都好 其实当时从我的 我的心里面来出发呢 没有非把她们排个一二三四 因为我觉得美肯定是 不分排名先后的 美就是让人看了舒服 看了愉悦的东西 你觉得谁在你的眼里 你认为是最恰当的 你会选哪一种 不是说要你得罪人 好 那我可以 我觉得贺总的衣服 就是我非常喜欢 贺总的衣服的设计 然后越总 其实说越总的话 她这身选择 跟她的整体气质是非常相搭的 让我看见之后非常有舒适感 你只选一个 只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就是你不用每一个点评 每一个人都有特点 你谁都不得罪 我觉得答案都太透明了 你都不能回答 要是我选 我可能会把他们 每个人身上的一些东西 搭配在一起 就是我的直接的一个思维 你这个是非常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非常中庸 你也不用这样 就你很年轻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 完全封闭起来 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你一定是有一个 相对倾向你喜欢的 这个如果你过早的 就谁都不得罪 然后所有的话都说的 滴水不漏 又符合逻辑 符合事实 谁都不得罪 这其实可能不利于 你未来的这个成长 姑娘 我要评价你的衣服的话 我就会直说 我说你那身衣服 脚都不漏出来 哗就飘过来了 我觉得也挺顺人 你今天所有的话 从头到尾 基本上是毫无破绽 但这恰恰是破绽 所以说有的时候 超越于心理的成熟 对于人来说 本来是一种沉重 好 满宴 第二轮选择之前 有什么话要说 做设计的 一般都是个性鲜明 然后你愿意表达 自己的主张和意志 用自己的这个想法 去影响他人 去感染他人 所以这方面 好像表现在稍微弱了一点 来 第二轮选择 谢谢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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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西战 谢谢 第一个是我们 西莫自动家居的设计师 古方红堂给你提供的岗位 就是你想要做的设计师 你可以设计包装 可以设计旗舰店的页面 还可以设计我们的实体店 因为我们也有商场里面的专卖店 还有专柜的形象 我认为很多设计师 他有设计 但他表达不出来 最终往往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觉得这个点上 其实你应该朝着这方向 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小哥 我做了一个新项目 叫一号梅婆 我们有一个 这个设计师兼策划的职位 就是综合性的一个工作 他其实也可以回到火星时代 当然我们的职务 不是室内设计师 我们也可以让你去 尝试去当室内设计师的讲师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储备的策划主管 法国目前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设计师兼策划 七盏灯灭掉五盏 留下两盏 不好意思 黄总 谢谢你 谢谢您 谢谢您 林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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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陆总 谢谢 谢谢 王总 我特别感谢您能提供这样的平台 来把我锻炼得这么优秀 谢谢您 王总 谢谢 很感谢 有请贺东东 杨岁仙 谈钱不善感谢 对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两位 我日后的一个上升的阶段 还有包括这个提成这个加 是怎么来算的呢 因为说实话 你之前是做室内设计的嘛 但是我更希望你往产品设计上 能够多走一些新 所以那这个产品 如果说在前期你的整体 在设计之前的方案就有的话 包括对市场的有一个预估的话 那肯定你拿到的 就不是一个设计师的薪资了 在股方红堂这个加号很容易实现 它对应的是每一个你设计的项目 比方说原来我们预测能卖150万一天 那么经过你的这个设计 或者你的策划可以卖到300万 那么就会有对应的这个绩效奖金 甚至于是提成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来 有没有薪资超过于8000 10K 1万 有没有高过于1万的 我觉得还有伸展空间 好 1万 来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来 说一下为什么加到1万 那我认为你需要提升自己的 这样的设计能力的话 你应该走到最优秀的设计团队里头去 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淬炼你 否则的话你陆续去你就会变成一个视觉平面设计的一个很普通的人 你这么年轻的话你应该接受新的挑战 说得好 我们每年有1000万瓶产品拿到消费者手中 怎么可能是平面 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们不争论 你逃离十秒钟 是否愿意让他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十秒钟 我选择替代贺总吧 选择替代贺总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想说涉及到一些实体店面的 因为贺总刚才提到了 他可能是一些专柜的方面 更多的是一些产品的设计 好 有请贺东东黯然离场 不好意思 贺总 有请尹芳明荣誉登场 把你的心重写下 接下来你自己做选择吧 好吗 十秒 股方红堂 智能管家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股方红堂 智能管家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杨总 股方红堂 去吧 跟杨总的可能是投机 还有他对我的了解 包括我未来的发展方向 更合适 更了解我一些 所以我最后选择了杨总的